斑拉姐姐带着她的小空岛又来了 昨天砍了一棵树 又获得了种子扩建了小树林 又挑了几次猪仙台 买了些地给建小房子做个准备 诶 我的小麦怎么只成熟了这么几株 不管了 先收货 然后在商店合成卖出去 入账两个金币 发财值日可大呀 对了 我还在商店里买了几棵土豆 今天种下去 以后就吃不完的烤土豆了 嗯 商店里面居然有这种好东西 稻草人蛋可以驱赶怪物 还可以促进农作物生长安排 稻草人加油呀 哇 果然给力 没多久我的作物都长出来了 土豆花真可爱 收获劳动果实的时间到了 开心开心 斑拉 这就是你的空岛 怎么弄得像农场一样啊 你也太没追求了 土 土豆会说话 你是老豆子吗 斑拉呀 空岛可不是这样玩的 光是种田一点意思也没有的 我就喜欢归隐田园的生活 每天种种地 出出草 又有些先把钱赚多好啊 可这样玩会失去很多乐趣的哟 要不要我来教你玩啊 你 当然了 我可是玩空岛的高手 你先别种地了 空岛玩法的真谛在于啊 有限的资源 无限的循环 你这完全依赖商店可不行的 下次我来教你怎么玩 老豆子 看上去很厉害的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